真基督徒系列第四 那弟兄姐妹 我们之前谈到信主之前 我们是过着自己的生活 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今天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为什么今天你要出席这个聚会 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人 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你要来聚会 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以前 如果我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是也不见得怎么样好 是不是 反而遇到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过着自己的生活 能够改变 能够过得很好 今天你也不需要来教会 所以上帝启示创造我们 就是要我们过着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 不是我们自己以前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 我们要过着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看到生命改变 会看到我们的家庭改变 会看到我们一切都会改变得很好 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 一个杯子 你装什么 它就变成什么 你装Caspard 里面充满的就是Caspard 你装可口可乐的汽水进去 它就变成可口可乐的汽水 如果你装那些消极的 忧郁的东西 进那个杯里面 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是充满着消极 如果我们的思想充满着失望 充满着自卑 充满着自怜 哎呀 怎样活下去呢 怎样活下去呢 所以你的生命充满什么 这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 以前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所充满的都是世界 我想要什么 我就追求什么 是不是 我想要得到的什么 我就靠着我的努力去赚取 但是我们发现到 这样行不通 不是每样东西 你得到了 就可以得到平安 得到祝福 不是 反而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因为你是靠着自己 去赢得的 有一天失去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教会是一个团体的生活 我们必须同 当你一个人走的时候 你会很危险 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有弟兄姐妹 跟你同心一起祷告 所以你会获得 比较有能力 能够胜过困难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需要被什么充满在里面 你和我都不知道 特别是做母亲的 他希望他孩子 能够达到成功 所以就 你要读书 你要读书 你要厉害 你要很棒 全部你都要厉害 但是其实 这个孩子 不只是需要知识而已 我们有时候做母亲的 也不知道 我们孩子需要些什么 他所需要的 也固定我们做母亲的 做母亲能够给到他 但是上帝就不懂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是全能的 他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 上帝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他自己 因为他就是一切的祝福 他就是 生命的源头 他就是能够给你平安 给你喜乐的神 所以我们必须被神来充满 所以一个人如果靠着自己的 靠着自己而活呢 他是他里面充满的就是他自己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而活的时候 我们里面充满的就是神 就是神 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 圣灵充满 大家说 圣灵充满 什么是圣灵充满 可能你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你不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 简单来说 圣灵充满 就是神的灵充满这个人 与你同在 随时帮助你 然后我的家是神庙 我的家是神庙 以前我要找神的时候 我就要拜我的家的神 那么卖了不能 就要去山上去找 我的爸爸更厉害 去到泰国 去泰国 走一圈回来 但是我们发现到 原来不是这样子 神真的是爱我们 他要充满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上 每一天充满我们 使我们得到祝福 使我们随时得到帮助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要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 因为他要与你同在 随时帮助你 那还有一个目的 我们来看 一副所书 第五章十七到十八经 这里讲到 不要做无徒的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是如何 不要醉酒 因为酒能使人放大 哪要被圣灵充满 那神 要我们被他的灵充满 使我们呢 不会醉酒 是不是这样子说 那里面主要所讲的 不是醉酒的问题 是讲到一个人 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 被神的灵充满他 他的圣灵 他的生命是落入来了 是放纵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 他不明白 神的旨意 他是一个糊涂的人 所以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 被神的灵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一个糊涂的人 一个糊涂的人做什么 都是失败 不但是失败 甚至会带来破坏 是不是 所以有一些人他结婚 他们不是为了爱对吗 他只是为了自己 结果带来了什么 破坏 因为他是按着自己的心 来按着自己的知识来得到这个关系 不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两人合为一体 不可以分开 要我们守着这个婚姻的关系 所以当一个人 如果不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 他会论不来 比如说神说 你要爱你的妻子 但反而你去外面 找别人 神说你要原谅人 神的旨意说你要去原谅人 但是你却不能够原谅 反而要报复 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什么呢 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不要过着犯罪的生活 但是我们 却犯罪 那我要提醒大家 犯罪跟做错是两回事情 做错是什么呢 一加一等于二 也写一加一等于三 丑了错 扣分 这个叫做错 叫做错 犯罪不同 犯罪是得罪上帝 得罪自己 而且呢 归罪 归带来咒诅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不活的时候说水 咒诅 不但带来咒诅 甚至是带来捆绑 绑着你 所以你看一旦你吸了烟 我都会 要戒烟 真的是非常的难 如果你的生活是放纵的 已经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当你要来的时候 不能了 你发现到不能了 因为已经被捆绑 所以犯罪 非常的 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怎样得到释放 就是让神的灵 充满我们 所以有一首歌这样唱 你的灵啊 在哪里 是不是 哪里就有自由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所以神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 要充满我们 祂有目的的 祂知道我们如果 没有被祂充满 我们就会被捆绑 得不到自由 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神 祂用什么方法 使我们得到 被圣神的灵充满 用什么方法 死在死事加上 死在死事加上 然后三天都复活 耶稣受尽了羞辱 付上重大的代价 就是要让你圣灵充满 要你完全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身为神的耳里 如果我们 把圣灵充满当作是 哎呀不要紧 其实我们真是很费贱上帝 我们不能够过这一个 讨神喜悦的生活 没有被圣灵充满 我们过的是 被最捆绑的生活 很痛苦 很痛苦 然后 被捆绑 然后怎么样 一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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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越走 就怎么样 越进入黑暗 咒诅 一直来 一直来 我们做什么 都不能顺利 所以神很强调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没有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得不到释放 那么圣灵告诉我们说 第一 路加图音 一章十三节 他讲到 你们虽然不好 少且知道 哪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那神也许 我们说什么呢 他说 地上的父母亲 虽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都懂得 拿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 更何况天上的父 那岂不是要把圣灵 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求他的人 神 神的灵要充满我们 你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灵要充满是神的事情 他几时要来充满我 这是几时来 这是错的 神要我们被充满 除非我们主动去追情 我们渴慕 祷告 一直祷告 神的灵充满我 被神的灵充满 不是一天的事情 是每一天 有些人已经停了 可能以前有经历 神的灵充满 或很感动 得到释放 但是他停了 stop了 所以又再回去 黑白的生活里面 有些人甚至没有被 圣灵充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的这个 基督徒生活是 假冒的 他没有认真去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没有认真的 被主来改变他 所以神的灵不能充满他 因为他没有准备好 没有打算 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渴慕 让神的灵充满 我们基督徒的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神的恩典 是不是 我们今天能够得救 是靠着神的恩典 那什么是说 什么是靠着神的恩典过生活 当你说你是靠着神的恩典过生活的人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靠着圣灵过生活的人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靠着圣灵充满而过生活的人 因为圣灵就是恩典 你拒绝神 就是说你把神的恩典拿推走 推走 我不要神的恩典 我要自己过神 你看到那个危机吗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 他信了主 但是他没有改变 不能突破 因为他拒绝让神的灵充满他 所以当我们拒绝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恩典 离开了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不断的追求 让神的灵充满我们 让神的恩典大大的交换在我们里面 我们虽然是完全的人 但是只要你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 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给你 就算你做错 但是你是为了更进一步 神会原谅你 你其实犯错 他其实原谅你 因为你是一个追求的人 所以神的恩典给我们 并不是叫我们活在罪里面 神的恩典给我们 是要我们活在圣灵里面 圣灵充满的里面 什么是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真的是一件大件事情 圣灵充满就是 天人合一 神跟你合一 当神跟你合一的时候 圣灵充满不得了 不得了 你充满能力 充满上帝的智慧 为病人导致 传播有果相 有爱心 别人会印着你的爱 来到教会 不要出去了 因为你在教会 你在教会 神就在教会 所以那个人会被你影响 来到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圣灵充满非常的重要 有一句话这么说 圣灵充满的能力 有多大 你的罪 也有多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是很有能力的 能够为主做很多事情 能够为主赢得很多的灵魂 但是相反的 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不能够为主做些什么 他没有忠心的 他也不能过着圣洁的生活 不能过着讨神的喜悦的生活 亏欠上帝 大胆亏欠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让神的灵掌管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亲人合一 神是合一的神 你说你是上帝的能力 你也是合一的上帝的能力 神是合一的 所以他要与你合一 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 所以你要与神合一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什么呢 以西节十五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七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列 经受尊行我的领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女 我要做他们的神 神已经给了我们有合一的心 这个合一的心是与神合一 与弟兄姐妹合一 他已经把我们以前旧的心拿走了 以前的心是硬的 是背地上帝的 神已经在灵里面拿走了 给我们一个肉做的心 新的心来的 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 以至能够得到他的福分 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很难 今天我们认识了神 神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新的心 能够遵行他的话 当我们真的是遵行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就是与神合一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吗 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 如果是的话 你是与神合一的 你是遵行神观的儿女 导罗 导罗就是耶稣的师父 这是耶稣的门徒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以神的心为心 神的心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神的心 当我们越有神的心的时候 我们越体会 会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 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人 他看到这些罪人的时候 他会忧伤 哎呀 怎么这个人 还没有改变呢 怎么这个人 还活在罪中呢 当我看到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还有幸福的时候 哇 真是非常的痛苦 我知道我的妈妈 怎么可以不认识上帝呢 因为我有神的心 如果你有神的心 你看看你的旁边 怎么这旁边还有这么多空位 主啊 求你帮助我 是不是我没有忠心 是不是我还有 我还有一些东西 没有悔改 使到你的灵不能充满我们 如果你真是有神的心 你会真的是为了 为了还没有得出的灵魂 来祷告 来忧伤 我信主 不到几个月的时候 看到教会 那时候才几十个人 哇 心 心很痛 有一些甚至跌倒 哇 更痛 不但没有增加 还跌倒 哇 很痛 很痛 安静在家祷告 带着祷告 当你有神的心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看到 会体内到神的心 哎呀 神真的是不愿灵魂沉入 愿我们 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得到祂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与神合一呢 透过 祷告 你不要以为 哎呀 祷告是很平常的 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祷告 很苦痛 不是 祷告是一个管道 让你被神的灵充满 祷告是一个管道 让你遇见神 敬拜也是 当你敬拜的时候 神让你以你的敬拜 为他荣耀的宝座 所以你要开口赞给他 敬拜他 你看 但 大卫 敬拜神 和 祷告的内容 全部都写在圣经 甚至 偏到每一每 偏成一位 诗歌 如果 大卫 他没有祷告 今天你没有诗篇读 没有诗篇读 如果大卫 我们看到大卫 真的是 与众不同 他把他祷告写下来 看中他的祷告 他真的是在祷告里面遇见了神 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圣灵充满的人 圣灵充满的人 他的灵啊 已经被神打通了 他真的是看见了神啊 所以他祷告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 哎呀 苦干 不会 因为他知道神与他所在 他深深感受到 在祷告里面或经历上帝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赌圣经他不会碍碎的 哇 神真的是很信实 跟我讲话 这句话 不是讲众我 神真的是这么爱我 就是这么愿意的管教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你是圣灵充满的人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真的是有病的 有病的 有feel的 就好像你的情人 先一封 情愫给你 哎呦 真的是 哎呀 那真的是假的 如果这样漂亮 这样可爱 我会填在心里面 我会填在心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这样子 神用他的血 和他的一切 所付上的代价写在圣经里面 我们要好好刺激 我们要好好刺激 原来 你要 你要 你要把 把圣经 把神 把神的话写在圣经里面 让他的功夫啊 是多么的多啊 花了几亿的美金啊 来研究 来考察 证实 这头证实 才写进去的 不是这样简单 不是错啊 不是这样子 而且里面的 所记载的东西啊 都是那些 跟随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所经历的 所流的血 所受的羞辱 全部异议的 写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 在这边 接着 如果你是一个圣灵出马的人 你会被神引导 引导你 神会引导你 没有被神引导 我们真的是 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常常说一个 一个比喻 你买 买电视机 电视机都有一本书 教你怎么样去用这个电视机 但是你来到世上 人没有一本书了 教你怎样去做人 没有了 没有一本书教你怎样去过你的生活 就好像婚姻 你要结婚 你要结婚 就上一堂课 那就结婚了 但是呢 这个关系却要维持到老 哇 你要做Engineer 都要去读 读 拿 Bachelor 但是婚姻没有了 婚姻没有了 你不可能去读一本 读 读管你 婚姻的subject 然后拿了Diploma 才记得 不是这样子 这没有人教你的 这个是很 我们人是很可怜 很可怜 所以上帝很聪明 给我们有一本圣经 这圣经是全部的答案 我以前是佛教徒 你看佛教徒 你要知道它有多少本书 三千本 三千本啊 读到来 读到来 你的问题都已经 不知道怎么解决好 当你愈到困难的时候 你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完 小孩子都可以读完 主族学 知道小孩子都可以 把圣经读完 每一个人都可以 以前我信佛的时候 哇 三千本的经书 而且不知道里面写什么 而且有一些写的又有冲突 不知道要相信哪一本 所以宗教其实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但是基督教不同 基督教是神告诉我们 神写了一本书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拿着天上的书 不是地上的书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接着圣经 那要读神的话 才能够被神引导 你里面没有神的话 你怎么要被神引导呢 所以读神的话是要每一天 我们不断要被神引导 也要治死身体的恶行 罗马书8章13-14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经治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反正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今天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圣经告诉我们 是一个被神引导的人 不是过着自己喜欢过的生活的儿女 而且呢 神的儿女能够胜过罪恶 我们来看大卫 这是大卫的祷告 他说什么呢 他说神啊 求你看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大卫是相信神的人啊 他没有说我信神 我已经上面谈了 佛可以了 他没有 他说神啊 求你 求你看看我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喜欢的 我要 我要撇下 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今天我们说我们已经得到永生的生命了 我们已经信耶稣已经得到永生的生命了 但是我们真的是有被神引导吗 大卫 大卫告诉我们什么 你要走永生这条道路 你要上帝引导你 如果你不顺服上帝 你不能够被神引导 你不能够被神引导 那神的引导是非常的重要 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有神的引导 我们就走歪了 过路在黑暗里面 可能有时候你会说 哎呀我一次半次 没有遵循上帝的话不要紧 你会妥协 但是上帝绝不会向你妥协的 神要等到你真是愿意被他引导 他才引导你 当你不顺服神 不被神引导的时候 他停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甚至让你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起完犯罪去 等到你自食其国的时候 你才会妥协 他才引导 所以弟兄弟 神是不会向你们妥协的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神的话能够创造天地 我们读到圣经圣经到时候 我们什么 神用他的话 他宣告有光就有光了 神的话是有能力 是有权柄的 但是来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 变成什么都不是 我们不顺存他 神的话其事是能够让人顺从的 如果神的困难 领导我们 我们不能顺从 这证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叛逆上帝 爱命上帝 所以弟兄弟弟 我们要被神来引导我们 走永生的道路 不要被引导 哪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会遇到很大的防战 十六节说什么呢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是两个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这里告诉我什么呢 情欲 就是那些罪 跟圣灵是相争的 怕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你是一个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 你会常常会感觉到 哇真的是有一个罪 一直要攻击我 要捆绑着我 我一定要不断的努力 靠着圣灵来圣灵他 那你看 这个情欲这个罪 他不怕神 他不断的跟圣灵相争 哇一直争一直争一直争 一直争一直争一直争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图 不 不让圣灵充满我们 我告诉你 我们完全输到彻底 罪不怕圣灵怕你 所以当我们 不要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被这个罪 和捆绑充满我们 我们输得彻底 所以我们当我们输到彻底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真正被神移逃的儿女了 所以我们要做些什么 然后再次的起来 悔改 就是这样简单 再次来到上帝里面 立着主佛药 或者圣灵充满的生活 你要帮助我们 神马上的守住过来 就是这样子 神永远会离开你 除非你离开神 神不会不引导你 除非你不要祂引导你 看上帝多么害我 结果子 我们怎么知道 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圣灵充满 除非他是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 圣灵所写的果子是什么呢 仁爱 喜乐和平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没有结枝 这样的事没有预保禁止 所以圣灵的果子有多少个 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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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个 九个 九个 真是九个 空洞九个 没有多没有少 圣灵充满 圣灵的果子是一个 爱 这些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解智 都是在爱里面的 圣灵的果子是一粒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人挑战我 如果我只是结四粒 果子 那么能不能进天堂 很好笑 其实圣灵的果子是一粒 为什么呢 有爱才能喜乐 有爱才能和平 有爱才能和平 有爱才能和忍耐 有爱才能和恩慈 有爱就是良善 有爱才能和信实不说谎 有爱对人很温柔很体贴的人 有爱才能和节制自己不去犯罪 所以全部都是基于爱 上面忍耐喜乐和和平 这三个果子 是神祝福我们 让我们都享受到神的忍耐 神的喜乐和平 那中间的忍耐恩慈和良善 是讲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后面呢 这个 信实温柔和节制 是讲到我们要诚实 是讲到自己的功夫 我们要信实 我们要温柔 我们要节制自己 是讲到自己的 非常是三方面 那 结果子呢 最主要就是爱 爱 没有爱 就什么都不是的 今天我在台上讲到 没有爱 所以我常常来到上帝面前 祷告 要有爱 我们的事奉 都是要有爱 我们传福音也要用爱 所以圣经有句话说 神爱世人 将自己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贪 神爱世人 神不是说神可怜人 不是这样子 他把爱放在主要 放在首位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应该有爱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SB的姐妹 愿意用她的爱心 祝福 祝福我的母亲 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母亲 信了主不去教会 写了那招了 买来了 小组也不去 她洗礼过的第一个季季 她真是没有去小组 哇很伤心 哇很失望 但是 这个SB的姐妹呢 哇真是很有爱心 她知道我的母亲席 她就买一些东西 送给我的母亲 哇我的母亲就被感动了 被感动了 她甚至呢愿意去派你 跟我们一起去派你 我还记得 八点三个字 星期二的时候 要去派你 结果呢 突然间我的妈妈抓住我 哎呀阿孙啊你去哪里 我说我去派你 她说这门里没有叫我 我说耶稣一份子了 我要去侍奉她 我听到你高兴了 最高兴的就是这句话 她说她是上帝的儿女 我要去侍奉她 她也愿意去小组了 本来很累的 本来很累 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很累 不要去 但是第二个星期呢 我就不同了 我神的爱 她被第一种姐妹的爱 改动了她 很愿意去 我也是认识一些同工 她带领小组带得很好 喷过人 我问她你是怎么带的 她只是告诉我 你的爱 她说她跟她小组的人之间的关系 比她自己的亲生 姐姐妹妹更好 哇 原来这个秘诀 是新的头 原来爱是最重要 她有读量多书 哇 怎样怎样 怎样 爱是搞顶 爱是搞顶 所以爱的是 爱的果子是没有禁止的 所以凡 是属于基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填自己的罪 学行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你说你愿意结果子的时候 你要上十字架 你要把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是要付上代价 要结果子是要付上代价 要圣灵充满是要付上代价 有一个女生 去购买 走啊走啊走 看到她副理所里面的东西很美 她就徘徊在这里 哇很美 所以 爱的爱的 爱的买 哎呀 如果买的话 要买这个全部 才能够显出她美的 想的想 不要 不愿付代价 当我们说我们 要这个宝贵的圣灵的时候 哎呀去要上十字架了 买了买了 怕了 糟了 所以神要我们 怎样付上代价 结束果子 被神的流充满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 我父是天父是栽培的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 我就把他 解决 凡 凡结果子的 我就修理他干净 使他的智子能够结束果子 那 我们要认定耶稣 就是葡萄树 是生命的源头 唯有 唯有亲近他 我们才能够结束果子 那神是很愿意 修剪我们 神修剪我们是 是洒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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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修剪 不是这样子解决 他怕你痛 他会慢慢修剪你 让你越来越像他 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有耶稣的爱 但是如果我们 不愿意的话 不愿意改变 不愿意解除果子 不愿意亲近神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 你就很痛了 所以你自己选择 好 上帝他说 他喜爱连你过于审判 这种解决 无论你做了多少次都不对 他真的是很愿意的给你几位 很愿意的爱你 他要你解除果子 荣耀他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呢 就藏在你里面 也就是说你们要主动的 主动的来到主里面 主呢他就住在你的里面 会走 子子若不藏在葡萄树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了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不能够结果子 不但不能够结果子 甚至不能够胜过罪恶 甚至在有问题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就是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这种解决 我们要藏在耶稣里面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种解决 耶稣他说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葡萄树如果没有枝子 他就不是葡萄树 枝子 也不能够没有葡萄树 没有葡萄树他就枯干了 所以这讲到我们怎么呢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可以分开的 是如此的亲密 他是葡萄树 他不可以没有枝子 葡萄树是不可能没有枝子的 我们是枝子 但是不可以没有葡萄树 因为我们必定不干 什么都做不到 神允许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不愿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他愿意我们什么都能做 而且能够做得更多 能够荣耀他 人若不藏在主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让别人经过的时候 看到这事情来丢进我里面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做结果子 果布就一尺的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 那结果子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藏在主里面 当我们藏在主里面的时候 主就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每天都祷告祷告祷告 但是我们真的是 是不是真的是来到主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是来到主的前面 主啊来到你的面前 但是呢主啊你是你 我是我 你的心是你的心啊 我的心是我的心 这个是来到主前面 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里面 主啊我的心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我的心 我的祷告 我的祷告就是上帝的祷告 上帝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 我的话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话 所以 祷告 是很有深度的 很有深度的 所以当你与神的心和异的时候 你祷告你会说 哎呀主啊我是一个人祷告 你会说主啊感谢你 我现在祷告 你也跟我一起祷告 我不是一个人祷告 当你祈求 祈求一些需要的时候 你正在祷告 主啊感谢你 我的祷告就是你的祷告 你一定成就 所以正在一个 苏灵的祷告 是神的心 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神亲自在我们里面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要结束脖子 一个能够结束脖子的人 他的心一定是跟 耶稣的心一样的 一定是一样的 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 你们的心 都跟耶稣的心一样的 你们是正在一个过程 不断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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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看到神真的是愿意 祝福你们 成就你们的需要 因为你们的心 也是上帝的心 上帝的心 也是你们的心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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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